我覺得我是 彰化的分寸王 邊線感是非常重的 他第一個顯示的現實動態 都會是同一個男生 那爆炸 保持距離 講話很曖昧 說Leo你可以接收到什麼相機 大概走到那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行 他仰台就掛他很內衣 就是穿著一個大T恤 然後下面應該就是 下面失蹤 有一個模糊的界線 他雖然模糊 可是你知道他在那裡 哪一條線是讓你覺得特別在意的 我覺得只是接觸 可能我們這樣講話 就是有人可能會突然靠眼鏡這樣 哦 因為人太多了 普通的朋友 我覺得不會有肢體動作耶 不過女生如果 拆了出去的時候 這樣抓你這樣 這種 好 然後我就可能 甩開 比如說綁鞋帶之類的 好你說他一抓你 你就開始綁鞋帶 把我鞋帶掉 改鞋規重 你會建議你女朋友 跟男生之間的邊界感嗎 我肯定是沒辦法 因為我蠻愛吃醋的 就是他可以有異性朋友 但是比較沒有安全感 那如果假設他的IG一打開 他第一個顯示的現實動態 都會是同一個男生 那爆炸啊 不行嗎 那如果假設他會給那男生沒有載 坐他附駕 坐他附駕 這就有肢體接觸了 就已經 不是騎摩托車 開車 喔開車喔 可是我不知道那男的會不會 塗抹不滾 大部分人都單手開了 那手就 回來以為要摸摸那個排檔桿 沒想到 摸過去大腿那邊 所以載不行 我可以載啊 沒有很遠啊 我可以到啊 在高雄電書欸 那我搭高鐵啊 最佳小能源 那你們有聽過邊界感這個詞嗎 有啊 我覺得我是 彰化分寸王 什麼意思 就是我邊界感是非常重 就是我不會越過 就是邊界線 那你會怎麼做 我會收回來 你會進行一波step back 有解釋跟沒解釋 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你覺得朋友之間 有沒有什麼邊界感 朋友只要摸到我腰 就是觸犯到那個 腰是不是 他就會時不時的摸我腰 不是喔 我們是在晚上在家裡 就是在家 因為就睡他家嘛 對 因為我們這個感情真的太好了 對然後就是 我知道他非常的不喜歡 就是太多身體的接觸 太多身體的接觸 對那我基本上就是會 睡覺的時候我就時不時的 耶 OK 就是他越不喜歡 越不喜歡我越弄 你們是有辦法接吻的嗎 不行 不行 大叔你可以嗎 我跟立友接過吻 我跟立友直接在節目上接過吻 請幫我們重複到那個畫面 請幫我們重複到那個畫面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你是不是要親 真的親了啦 大叔在親完之後 你感覺怎麼樣 每次看到嘴唇都有點害羞 好可惜 沒那麼發生 OK 那你覺得什麼樣的行為 算是跨過異性的邊界感 這個我可以講 我是從南部上來的 上了大學你知道 我有那個口水病 口水病 我第一次 然後我班有個女同學她說 借我喝一口 我嚇傻 你怎麼可以 這就是我要的邊界感 你總有一個女生 可不可以喝我的飲料呢 太好吧 怎麼了 這樣子我們就進去接吻 這在我們南部是非常重視的 這在你們南部會怎麼樣 就是會出事從被抓走 進竹龍 你這麼簡單 有口難分 你的口水都出來了 你們覺得你們三個人裡面 誰是最跟男女之間是 最沒邊界感的人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他會跟女生聊天吧 很主動吧 跟你說女生打球 他就直接過去 為什麼會這樣做 多認識大家 認識不同的了 你是會跟他們聊天嗎 可能會現動這樣 就是講幹話 所以你覺得女生朋友算多嗎 沒有欸 很多 很多嗎 就是剛剛講的那情況 很多次 那有很好的女生朋友嗎 可以彈性的那種 那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有有有 那他知道你會跟別的女生彈性嗎 知道吧 這是什麼可以簡單 多久會談一次性 沒有很久 沒有沒有沒有 有事情有事情 就可能女生的事啊 可能 是他找你彈性 不一定是你找他彈性 對 例如說什麼樣的煩擾會找你講 現在大事啊 就可能出社會的事情這樣 就找工作啊 那你女朋友會介意嗎 會吧 他有講過嗎 他說欸 有點太誇張了喔 這樣 有講過有講過 就安慰他 就說好 我會減少頻率這樣 你很害怕 你減少害怕 想要了嗎 我們聽有青昏男女邊界感嗎 有吧 有 那異性之間需要有邊界感嗎 要啊 要嗎 例如說怎麼樣 例如說像我就不會跟他講電話 你覺得這是你的邊界感 講電話很曖昧欸 有一天後來禮拜五晚上 半夜十點的時候下雨了 如果他跟妳講說 欸我今天心情真的很好 可以陪我聊一下嗎 如果我單身的話我可能會接 就講電話就真的很曖昧 因為訊息的話是真的看文字 可是講電話是聽得到人家的聲音 你會接嗎 會啊 跟他不一樣你覺得沒有那個線嗎 沒有 就講電話我覺得還好 真的 那講電話你覺得還好 那如果每天講電話可以 每天就有點超過 那如果今天有一天你拿給他 你發現他都會接 你會覺得他開始要跨過那條線了嗎 會 你會覺得還要跨 那你現在不是說不會嗎 那你覺得還有嗎 肢體接觸吧 走很近之類的 肩膀碰到肩膀 就有點算了吧 就已經很近了 那坐機車後座可以 坐機車後座他會有點小近 有坐過他的機車後座嗎 有 那坐車子附駕可以嗎 他態度 OK好 剛剛那些情況 有男朋友的話你會覺得OK嗎 不太行啦 他有男朋友的時候也坐我機車後座 怕怕兩下欸 這是打臉 他知道 他知道 而且我是有問過的 因為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我沒有車啦 沒車 沒有 有一次他沒有問 然後我被他前男友蜜啊 前男友蜜啊 為什麼我載他 我說 他沒跟你講話 然後就被他們兩個在吵架 哇 對 我有假啊 完了完了完了 那前男友會在意嗎 有在意過你 有 那你那時候怎麼辦 就沒有跟他講話啦 喔你那時候沒跟他講話 可是我前男友後來跟我的高中同學 好閨蜜搞笑 喔 所以你前男友才是最沒邊界感的那個 沒錯他就是會 他們就是會打電話的那一種 因為我們是遠距離 所以他特別從 上來北部陪人家回家 喔 這個才叫最沒邊界感 你有遇過朋友很沒邊界感 因為我之前宿舍學妹就是這樣 每個男生他就是都很好 說什麼喔 那個你要不要相信我 就是現在打電話去叫 男生朋友來 載我回家 我就會有一堆男生來載我回家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你有跟他說什麼嗎 就是他的有一些觀念就怪怪 男生就發現改正不了 我們就這樣放任他 不是這樣不會被人家討厭嗎 他就用社會人教導他 亂之類 然後他就覺得說男生 如果說再曖昧的話 然後男生跟女生出去就是 男生一定要付你的全部的錢 那個男生不答應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那你再就不能當男朋友啦 然後想說 不選主義 反觀他們的邊界感是 算是最好的朋友嗎 普通 普通 你覺得他好朋友嗎 普通 普通 會講八卦的朋友 會聊班上的八卦 會一起吃飯嗎 會一起吃飯嗎 那也是因為聊八卦 你們到底多愛講八卦 我就是翹克來聽他講八卦 真的喔 我覺得你們兩個相處之間有什麼邊界感 我們都挺有邊界感 像我們剛剛也不會這樣子做好 我們都要換別人 這樣子是尷尬的 這樣就不太舒服 有點不舒服 所以他就要放一隻荒 但是距離 這樣距離真的有點太近 所以你們平常回家之後 會還會聊訊息嗎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講八卦 你要來上課 我們一個群組是講八卦的 喔 那群組只有你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三個 我們只算因為八卦而連結的一個群體 對 立進而勝 OK 要怎麼樣你們才會覺得對方是進階到說 喔真的很好 就是有更大的八卦 不是你先逛 就是我先逛 那你有曾經 讓跟朋友相處的時候 可能你真的把他當朋友 但是 你忽然覺得他好像對你有意思 他誤會了你 很多 就是這個人的習慣突然被改變 因為我們同一個社團 對 所以每天見到你 阿叫後面大家都 打他一下 聊天一下嘛 所以 這裡也只有武器 對 那因為這個朋友他通常不搭武器 然後後來有一天我發現 他會跟著我一起去搭武器 喔 我就覺得 刻意在跟你一起搭 對 那你才會到之後你怎麼辦 然後因為對方不告白 你也很難 解決他 解決就是 你也怕你自己誤會 對我也怕自己誤會 我覺得那時候很像在玩間諜行動 那你會擔心自己就是邊界感不夠 讓太多人喜歡上你 我已經被很多人這麼講過 比如說對任何人都很熱情這件事情 我被 就是學長 學姐說過 就是 注意一點 這些事情可能會讓你 過得比較辛苦 後來上大學之後 交男朋友之後 就慢慢去習慣跟接受 很多男生是很在意邊界感 最後邊界感的困擾還有 你覺得誰是比較沒有男女邊界感的 就是他 你為什麼會覺得他沒有男女邊界感 因為 他比較笨 男生可能對他有什麼 肢體接觸 他都不會 他會比較有 沒有感覺 OK 對 是肢體接觸 你不要講得很輕 可能有一點比較稍微靠近一點 你就比較傻一點 不是 對他就比較呆一點 那你會替他擔心嗎 我每次出去喝酒的時候 他只能看戲 保護不了 不是每次出去喝酒 他很常出去喝酒 然後就是 會有男生看上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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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他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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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場面失控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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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エリ 嗨 エリ 嗨 エリ 這次組合好像最近常常見到喔 現在是個流量 流量密碼組合 那我想問一下エリ 你們兩個那時候去拍那支片的時候 你們兩個之間的距離感怎麼樣 有不太禮貌的地方 沒有吧 不太會 沒有吧 你想要幹嘛 沒有啦 我想要分裂我們 沒有啦 我是想問一下說 你覺得 你覺得利有他是在男女之間相處上是紳士的人嗎 有啊 怎麼說 像喝飲料他可能也會先問我說 你要不要先喝 吸管就是說他先用他先喝完之後 你馬上去吸這個吸管 是這個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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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曲解我的好意 我又不是那種 他拿完去 那肉夾膜是 一人先吃一口嗎 他也是給我先吃 我先給他先吃 利有吃完之後你還會再拿回去吃嗎 接受 接受 學生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在意嗎 嗯 可是後來發現 大家好像都沒有在特別介意這塊的時候 就好像也不用特別 心存芥蒂去看這件事嗎 OK 你自己覺得如果男生 超過哪一個步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好像有點月線 就是不同的熟度 可能能接受的程度也會不同 例如說利有你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 大概走到那裡的時候 我就一定覺得不行 哈哈哈哈 打電話聊天可以嗎 純聊天 純聊天 好像會有一點覺得 今天怎麼了 沒有特別耶 就是因為什麼事 突然打過來說 我很可以 找你聊聊 聊天 我會覺得今天什麼意思 你覺得太多了 對 除非他是說他有什麼煩惱 那利有呢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一個 不是鄧三寶店的人 就是我也不會說什麼 今天想要聊這一次 講那一句話 都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也會 蜜我們同事 比如說蜜Evan或是Elly 都是問什麼 喔 我要買衣服的時候 欸你們覺得這兩個 這件穿起來 這件人覺得怎麼好不好看 他會蜜這個 超常蜜我這件事情 他都會傳一個圖片 然後就只說 選完之後就沒了 對來講他們 是一個心中的時裝大師 喔 他經紀人 對對對我覺得 太可屁 他們眼光 可能是蠻不錯的 給你看我們的對話 然後這邊幾分 然後回來幾個 欸利有你是訊息渣男 不是我們是講個笑語 欸你完全都是傳衣服給他 你沒有傳別的東西 不是啊 我們就是要抓好邊界感 是不是 你們知道什麼是男女邊界感嗎 組合和界是嗎 喔 小聲會畫那個嗎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像你們兩位都是有另一半的 不然你們會在意另一半 跟異性之間的距離 大概是怎麼樣 太平凡的一直傳訊息 大概多平凡 比如說你看到一個好笑的東西 就傳給他 這種 這種不行嗎 但有時候那個訊息只能傳給他 適合傳給他 就像我從來一大堆訊息給大寶 你說因為長得像大寶 我收集了一大堆動物 長得很像大寶 我跟我們Tim最多在私訊的就是大寶 哇 比如說 媽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 怎麼還有這麼多這種 哇 全部都在那裡 這個好像喔 這個程度對羅倫來講 是稍微有點過了對不對 這種我覺得還可以 為什麼 我覺得有要看那個人是不是可以構成威脅的 哇 這句話就直接囉 是不是你在意的人嗎 對 所以你之前曾經有遇過這樣的情況嗎 我有遇過 就是我還沒有交到男朋友之前 有遇過一個 對像他是完全沒有到曖昧喔 出去吃過一次飯而已 他就會不管什麼時候都想要傳訊息給我 比如說他一點傳的訊息 然後我一點半還沒回 他又再傳一次訊息 你說一模一樣的嗎 不是他就會講說他現在在哪裡 他在幹嘛 你說自己主動報備 他主動報備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看到很多梗圖 就一直一直傳給我 那我想說這個人到底是怎樣 我沒有啊 我沒有跟你那麼多的就是聊天耶 喔 你覺得他已經超過朋友的界線 對 那Race呢 他可以跟別的男生講電話嗎 那他可以啊 喔真的嗎 可是是純聊天那種 不是講公司 不是講公司 對他就只是打來聊天 幾個月沒見那種朋友 喔你說偶爾聊一次 對比如說出獄了之類的 出獄 他出獄 出獄 出獄 不明你覺得N組算是 有男女邊界感的 滿分10分的話我覺得 有9.5分 喔9.5給這麼高喔 你覺得為什麼 就我就跟他很熟 喔你是說他跟你 沒有啦我是說我們 他有肢體接觸 然後我們私底下 好像也幾乎沒有聊過天 沒有 我跟你講大家不要看我們 平常在跟女同事打打鬧鬧的 我們真的私底下不會去 掏勞女同事 如果假設男生同事打給你 跟你訴苦或聊個天 因為上次有一次我們那個 夜窗說走就走的時候 對 你不直接打來喔 他就是假裝說 他說他有個煩惱要跟我聊 直接說什麼 倒抽一口氣 什麼 你有病 你就覺得稍微有點嚇到 為什麼會這樣 對我可能要 先做出 你根本打給我 但如果他真的有事 欸好啊不然等一下看 你要講多久 我應該可以跟獎項 那如果他就是感情的煩惱 蛤 那你找我 也比找不明好 對啦 下班不單的收房者打給你 喔 因為你是有跟他聊過天的人 是女生打給你喔 對啊 聊過天 可能會先聽一下吧 可能會先聽一下吧 看書下我幫他做第二集之類 加班又更辛苦了 這你的另一半你覺得你會在意嗎 我不太會在意另外一半 我以前有任女友跟我出去 然後在路上遇到他的男性友人的話 他直接是 無尾熊抱跳上去 無尾熊抱 對 腳是懸空 懸空了 直接腳是勾住那個男生的 哇那男生肌力也是不錯 也是不錯 有在練喔 對 所以我就是剛做一個這個 Discovery來看 你當下看到的時候你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我也沒有到生氣 Maybe 歐美女孩吧 歐美掛了可能 Maybe 會這樣喔 不會這樣嗎 所以這種 這種你都還可以接受 我可以喔 還可以 你接受褲好廣喔 很廣欸 那護兵你可以嗎 你男朋友遇到女性有人 她直接無尾熊抱 我說我男友本人跳嗎 沒有人跳上去 抱住別人 然後那個女生扛他 女生扛他 可以喔 那女生也是夠壯 夠冷 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喔 來囉 來囉 因為我前大學的時候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我的租屋處 那因為很老舊 就像冷氣常壞掉 然後就是 哇那陣子夏天 剛才像最近這麼熱 然後我就打給我一個女生朋友 我就說 那你先講完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就說他就去你家 這就是普通朋友 對普通朋友 真的是普通朋友 然後就去 然後你可以睡到他家的地板 或什麼 我就看我一進去 然後他自己是 就是穿著一個大T恤 然後下面他就是 下面失蹤 就是他沒有穿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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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生在期待些什麼吧 嗯 沒有我那時候沒有 可是我現在想起來 我是嗯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是 大家brobro的啦 只是真的 畢竟大家是男生女 太bro了吧 You know 因為我後來 我那一晚是住他那邊 可是我們真的也沒幹嘛 那時候好 好蠢喔 就直覺說 啊怎麼都不熟 那整個要相信 那我也不相信 好 今天團團團團這邊結束啦 你也對邊界感的話題 感興趣嗎 現在不限學生 只要下載D卡 就可以馬上加入討論囉 那我們D卡拉圖 沒邊界感整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嗨 他會有一種回彈的感覺 他真的甜不辣喔 甜不辣 啊 好 這樣多少 這樣擠飽了 你怎麼啦 人家好像 人家會虧錢啦 Rio好像 很小中暑喔 我們攝影師也有一點點 這系列 真的不好拍啦 什麼 我說真的要點帥氣啊 欸 姊姊之後你去攬一個 所以你拿不到的機會 你拿到一個機會 拿到一個機會 我遇見誰會有怎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還在多遠的未來 拜拜